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 我是吴馨宇 今天的弃子的艺术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盘非常精彩的 有关弃子的棋局 那么对局的双方是韩国的 曹勋玄九段对阵的崔泽瀚 两个人联手奉献了一盘 可以说是弃子的名局 那么我们来欣赏一下 非常有意思 我简单的总结了一下 观察了一下 因为当初我们选题材的时候 也没有刻意的 我发现选完题材以后 我们崔泽瀚同志 这个散净率是非常的高 为什么总是散净率这么高呢 我觉得简单的想了一下 我觉得就是崔泽瀚是一个典型的 战斗性气氛 有战斗绝不会退缩 那么战斗一多了 纠缠起来多了 那么自然而然从中的出现了气质的变化也就多了 这或许是它在我们这个专题里面 这个散净率高的原因 好 我们来看看 现在这个白棋 轮白棋一下 那么一般的普通的这个棋手的感觉 现在是黑棋右上 这个模样很大 白棋别的地方虽然有所得 但是呢 现在耽误之急 当然是要去破这个右上的这个模样 大部分棋手也许呢 就是会简单的挂一个 或者说呢 从里面挂呢 也是可以 这样呢 就是说 破掉这个 黑棋的这个模样 或许是呢 这盘棋的这个当务之急 当务之急啊 这是普通棋手的相反 但是崔泽汉这个不一样 这也是它屡屡散尽的原因之一吧 这个它也是出手惊人啊 崔泽汉走哪了呢 挤 直接就把这个子跑出来了 哎 跑出来以后 就开始跟黑棋战斗 是吧 因为我这个两个子只要一跑出来 你这块棋 就呢 呃 没有这个 没有活 那么对于这个右上的模样呢 它是几乎是视而不见啊 那么黑棋呢 也就是说 只有这个去 正面应战啊 打吃 然后呢 这挤的好处呢 就是获得了这个先手打 提掉啊 因为这个子死得不可惜 因为黑棋吃掉这颗子呢 就是还是个假眼 还是个假眼 这样呢 反而有可能呢 有这个紧住黑棋器的这个可能 那么呢 白棋退 那么本来啊 这个地方 没有什么问题的 这个偏偏呢 被吹着汉呢 一走呢 这个在这里呢 又双方 又开始了这个 激烈的战斗啊 激烈的战斗 不过总的来说呢 感觉上还是白棋啊 这个比较勉强 白棋比较勉强的 那么白棋现在 跳出去黑棋飞啊 因为这整个右上而言啊 这个毕竟是黑棋的子力比较多啊 比较多 那么这个 呃 反而呢 这个 作战起来呢 肯定是呢 黑棋啊 比较有力啊 人多是重啊 这个 然后 白棋 小尖 这时候呢 潮信玄也很清楚啊 没有去贪图 这个右边的这一些 如果说你飞呢 这个白棋 由于这里还有这个靠的味道 白棋呢可以强行呢 把这个头呢 针过来 那么针过来以后呢 这一块啊 黑棋就 反而就是说 有可能受到白棋的攻击 而这个飞了以后呢 这里 并没有完全的 就是说呢 成为这个 实地 所以呢 这个 哎 潮信玄这个 跳 哎 这个大局还是很清楚 先把自己这块棋 哎 走唱 那么这个地方啊 在我的势力范围内 你怎么折腾啊 我呢 并不怕啊 并不怕 也确实啊 白棋这个棋呢 是变得这个 比较的这个 困难啊 白棋这个棋 变得比较的困难 那么如果普普通通的啊 我们说的是跳的话 那么呢 黑棋再来飞啊 那么有了这个交换呢 这个黑棋这块棋的头 就变得很畅 而也由于白棋这块棋 没有活啊 根本呢 就没有时间 来破黑棋的这边空 那么如果跳这个啊 显然呢 力度也不足 那么黑棋就 简简单单的跟着硬 白棋整块棋啊 还是呢 这个住活比较困难 你要是再跳的话呢 黑棋这边就长是可以不走了 反正是对你施加压力的同时呢 自然而然 就把这边的这个空呢 给这个围起来 这个白棋呢 也不好啊 那么崔泽瀚似乎呢 也意识到这里 当初啊 跑出来呢 这个似乎有点这个冲动了啊 有点这个冲动了 那么 这个时候呢 白棋得 不能呢 再硬碰硬的呢 和黑棋呢 作战了啊 那么这个时候 崔泽瀚呢 意识到自己前面的 略有一些失误啊 有点过分了 那么在这时候呢 他及时的啊 这个扭转了这个思路 扭转了新旗的这个思路 马上呢 转改为呢 灵活转身 在这里呢 白棋呢 下着上演了一个 非常漂亮的 这个弃子作战 我们来看一下 白棋下一步啊 这个是飞 这个看上去 还是非常凶 好像比刚才的这个跳啊 跳啊 这个要凶很多啊 凶很多 那么呢 但是实际上 这个白棋啊 随时准备 脚底抹油 开溜啊 这时候呢 黑棋也是呢 不好退让了 因为这个时候 你不能走这个啊 这个和这个不一样了 因为为什么 他这个只点在这里 马上就要给你冲断了 直接把你中间这个两个子吃掉了 这个黑棋肯定是 不能接受啊 这个被白棋吃了活了的话 而且自己这个形状还不太好补 这个肯定是 黑棋不肯接受的 那么黑棋呢 也肯定要 以最强的姿态进行反击 而且黑棋反击呢 也没什么可顾虑的啊 因为这个周边 作战起来 黑棋呢 并不怕 黑棋呢 就强行冲断 那么现在这个冲断没有 现在不行啊 这个冲断现在不行 那么你就是简单的打呢 肯定也不好啊 这个黑棋退 这里面呢 并没有棋 那么没有棋的话 你这颗子 那就不是好棋了啊 那就是变成这个 送死 送死了 不过白棋在这时候啊 也呢 准备好了这个 弃子的妙 妙手啊 这个是 也不能妙手 可能是谈不上啊 但是这个思路 肯定是这个是巧妙的一个思路啊 非一个引诱黑棋来冲断 引诱黑棋来冲断呢 然后呢 找到一个自己这个 转身的这个途径 那么 那白棋走脑呢 它是反向 打刺 这个看上去很熟 但是呢 这个也是它 这个白棋的这个 精准的计算当中 现在黑棋退 白棋在朴实的一张 这个呢 就完成了 这个气质转身的这个目的 这一张以后呢 由于这里有了气 那么下一步这个手段又出来了啊 这个这个 冲断的手段又出来了 冲你也没法退让 这个被提了的话还是 其境被吃通这个太大了 所以那么 那么沾的时候呢 黑棋呢就只能 跳 黑棋呢就只能呢 这个 跳 那么 跳步的话呢 白棋表面上是被分成两块了 但是白棋呢 已经准备呢 把这 这一块啊 这个大的这一块呢 给弃掉了 那么它弃掉的同时呢 那么由于这个地方正好可以冲出去 黑棋的这个脚 为了吃这个啊 不得不付出呢 这个脚上的这个实地 应该白棋来说这个气质转身 还是非常的这个成功的 那么接着往下看 这个黑棋不能打啊 被针死了 那么只能退 继续冲 依然不能挡啊 你这个挡了没有用 挡了这颗 这颗子是死的 等于它一断 你得跑的话 所以这一打吃 这个子死了啊 这个子死了 这个爬式先手 这个所以呢 还是不能挡 不能挡的话呢 换了那么就只有 立下去 立下去 嗯 只有立下去 只有立下去 白棋在顺势一冲穿 这样呢 通过弃掉这一堆子 在脚上 大家可以看出 这个能够获取呢 这个是很大的这个实地 应该整个转换来说呢 白棋啊 还是不错的 白棋这个还不错的 那么黑棋先斑张 这个这颗子 脚上这颗子已经死了 没办法了 黑棋先斑张 然后白棋张上 黑棋呢 再来吃掉这个白棋 这时候呢 曹勋玄呢 也意识到啊 这个转换的 好像是白棋不错啊 因为这个脚 本来黑棋这里 右上是模样 转瞬间这个 腥味这颗子啊 都被吃掉了 那么 这个 黑棋吃了啊 即使吃了这个 也不见得呢 这个便宜 所以呢 它呢 也走得比较顽强 就飞在这里啊 飞在山路 想尽量呢 大吃一下 一点白棋啊 最安全的 最安全的呢 是飞在这里啊 飞在这里吃 这个就是可以说是 嗯 比较这个 最安全 厚实的 不过呢 这个肯定不如 走在山路的木树好 因为以后呢 被这个白棋 这一带走过来啊 黑棋 还是有点头疼 硬嘛 又被人家便宜了 不硬嘛 它这里再继续来啊 这个地方呢 还有好多 这个鱼味 这个木树呢 吃得不太小 吃得小了 那么 曹春学院也意识到了 这个局面啊 不容这么悠闲的 去这个 补掉啊 去吃对方 那么所以呢 他呢 决定稍微 吃着大一点点 吃着大一点点 这样呢 把这个 尽量把木树给撑住 不过你吃着大一点啊 白棋可以说呢 这个 转换 弃子思路呢 这个是 成功了啊 是成功了 那么 从此这最重要的呢 就是说呢 卸掉了这个 当初 跑出来的这个包袱啊 卸掉了这个包袱 那么木树上呢 虽然黑棋吃了这么多 比白棋是多不少 但是你要想想当初 黑棋有一大块的这个模样 那么转化下来呢 也就是比白棋多不了太多 这个白棋呢 还是可以的 不过你黑棋既然吃到这 那个白棋 它也有点不甘心 这个 十指啊 这个气掉的指呢 似乎 还有些余味啊 那么呢 有些余味的话呢 它呢 就要增加这个 利用 还要利用 好好的利用一下 这些这个 废子啊 气掉的指 这个呢 充分的 要利用一下 然后呢 白棋靠 这个靠呢 并不是说 想在里面出棋啊 白棋呢 只是想通过 这里纠缠一下 能不能在外围 啊 取得呢 这个 一些这个便宜 能不能在外围 取得一些便宜 那么黑棋 搬 搬上面啊 白棋在一扭断 棋缝断出生了 这个一扭断 这个黑棋呢 这个 也不敢用墙啊 因为这个时候 你不能再 汤匙在外面了 汤匙在外面 这一打就明显出棋了啊 你这个 再一退 它就 就简单的一张 就出棋了 这个 黑棋肯定不行 黑棋呢 肯定是 不能让白棋 在里面出棋 所以呢 黑棋呢 只能吃在这个里面 那么这样呢 白棋一看 有所得了 那么就从外面一打吃 这个花只是拔在里面 这个没有什么意义 那么经过 哎 这几个交换呢 白棋在这个上边 至少多出了一颗子 以后章还是先手 又多出了一两颗子的这个 借用啊 白棋 所以可以说的这个 气掉的食指啊 又多了 呃又 充分呢 利用了一下 那么到这时候 然后白棋持续紧张呢 哎 再点 啊 这个白棋是越下 越来劲啊 越下越来劲啊 就是说充分呢 哎 利用这个食指啊 到处都要便宜一下 这个点的呢 说实话这个 这个黑棋啊 也是非常的这个 难受啊 非常难受 如果补在这边 的话呢 对这里呢 是好一点点 不过这个外面呢 以后呢 哎 很明显 还有这个先手机 对吧 所以这个气掉的指啊 这个借用越多 这个气掉的指呢 就越直的 这个黑棋啊 还是比较的难受 那么重新旋干脆呢 顶在这里 吃了 吃在这里呢 嗯 好处很明显 就是白棋这个点呢 已经成了后手 白棋这个点呢 已经成了后手 嗯 不过呢 相比这个街呢 这个地方的味道呢 肯定呢 又要差一些 要差一些 白棋在这里 似乎呢 还有一些这个鱼味 还有一些鱼味 嗯 好 那么按道理来说 白棋这里获得了先手一打 这里获得了先手一点 啊 这个气质也应该满足了吧 不过崔泽汉呢 还没完 还没完 还想利用这个 因为现在如果普普通通通 在外面走一手棋的话呢 黑棋在这一带啊 这个拆 或者甚至于二路漏 都有这个先手 味道 因为走完以后 这个不能被跑了 这个被跑了 白棋都没活 那么白棋呢 就只有跟着印 那么跟着印一个的话呢 这个黑棋 这个先手便宜啊 这个价值呢 还是非常的大 所以白棋这时候呢 觉得这里的木树本身大 第二个呢 还想再充分的利用一下 这个黑棋啊 利用一下这个石子啊 做些文章 它所以呢 现在靠 这个黑棋呢 现在是 无法忍耐了 如果 普通的一般 那么白棋这一粒啊 这个 白棋呢 完整的把这个空呢 全部护住了啊 这个白棋太舒服啊 和这个当拆相比 这个明显木树差的很多 因为当拆背一间 这个白棋这个木树要缩水很多 而这两个如果交换到的话 你搬都不能搬 它断式先手 断完以后又打 那么全完整的围住 这个黑棋是 肯定呢 也无法这个 忍受 无法忍受 所以靠的时候呢 黑棋 飞 想呢 先抢占这个石地 诶 那么多了这个靠 自然而然 这里 诶 这个 这些石子似乎呢 又有了一些这个借用 它先斑 斑的时候呢 黑棋很顽强顶 这个是这个 非常 顽强的招法 如果你就普通的粘 那白棋很舒服 我先手吃一个 然后呢 再补住 这样的话呢 先吃一个木树 已经便宜了 所以黑棋呢 不肯让白棋便宜这一下 那么它就先抵 白棋冲 这个石子啊 这个借用起来 似乎是 越来越有意思 那么黑棋张上 白棋 当然不能张这个 这个还是被拐死了 白棋呢 就从这里爬回去 黑棋冲的时候 白棋再靠住 再靠住 这样白棋 还是达到了当初的目的 就是把这个封住 不让黑棋 这个伸腿伸得太长进来 把这里的木树变大 把这里的木树变大 同时这个守住了以后呢 大家注意 这个地方 以后一旦这个子接回来 黑棋这块棋并没有活 没有活的话呢 这个地方 白棋啊 还有还要收白棋的气 那这个子真是气得太直啊 现在这里得一大把 外面又来了一些便宜 最后啊 这里利用了 这里利用了 这里利用啊 到处都要利用 这个黑棋也是 白棋 黑棋也是很难受啊 这个白棋气质啊 可以说把这些实质啊 利用的这个是 非常的这个充分 一点都不浪费 那么黑棋加一下 白棋就老老实实沾上 这个如果利呢 被对方一挖啊 这样不好 这样你只能吃这个呢 以后他这个提 几乎是个先手 那就活了 这个食指就不好利用了 所以沾上 沾上以后呢 黑棋提 虽然没有事情啊 黑棋提一个 但是没事 但是这个 又被白棋把这个先手 关子收了的话呢 黑棋肯定是 无法接受啊 这个吃的太窝囊了 所以黑棋这时候呢 只能啊 是这个 奋勇的呢 抢这个先手 这个也是 价值很大的一手棋 那么你抢这个先手啊 白棋继续盯着这个 这个黑棋的这个 嗯 弱点啊 或者继续呢 利用这个十字架 这个本身的木树呢 确实也是 非常的大啊 你不走的话呢 那么我来 你冲 白棋就吃掉 这个吃掉也是很实惠的 都是木 木树非常大 而且下部也能扔了 马上就要粘 这个你这个收棋呢 就也就成为这个现实 是吧 这个以后要收棋吃 这个木树很小 当然黑棋呢 还是没法赢 如果你说你补活 当然是可以 但是这个呢 被白棋平白无故的 又先手加持一克啊 这个黑棋还是 无法忍受 那么以后呢 实在有收棋 那就收棋吧 我先抢个大厂再说了 黑棋呢 先挂一个 那么啊 利用这个十字 接下来啊 如果白棋只要以后一粘 那么黑棋呢 整块棋 就这里还是需要收棋吃 收棋吃 那么这样呢 以后白棋啊 普普通通的印一个 保留这个大关子 这个等于当做一个大关子吧 这样呢 其实白棋应该还是 比较充分的局面啊 不能说这个赢了 但是应该还是说呢 这个是一个优势的局面 因为这里的实地啊 还是非常的这个可观啊 这个呢 是正常的着想啊 但是呢 这个崔泽汉似乎是 对这块棋啊 这块十字啊 有点这个情有独重啊 情有独重 觉得呢 还是不过瘾 还是不过瘾 那么呢 还想呢 把它这个 这个废物啊 再充分利用一下啊 可以说是 是标准的这个 这个 环保卫视啊 那么呢 它呢 现在 哎 继续冲这个 这个 这部棋呢 就是说呢 想继续呢 这个是把十字啊 发挥这个最大的这个余热 冲这个当然呢 它是希望什么呢 希望这个 黑棋来断 是吧 黑棋来断 那么你断续没关系 那么呢 我就再打吃一下 打吃一下啊 那么 黑棋呢 这个 当然只有粘上 那么有了这些交换以后 这里外围呢 自然呢 也多出了 这个不少线手 比如说呢 它就可以搬一个 这个白棋不得动弹 那么黑棋呢 不能动弹 只能粘上 然后白棋再一压 哎 这样定型的话呢 这颗子 这颗子首先 不太好处理 你又不能打 打它就放弃 你要走别的 让它这个粘上以后呢 走别的 你在这里活 只要白棋把这颗子连回来了 以后呢 下一步马上 它还可以粘上 粘上以后 它不是跟这里杀气的 它还要从 跟这里杀气 在这里啊 获得种种的 这个 先手便宜 啊 先手便宜 那么 你不想让它先手便宜呢 吃这个也不现实啊 你吃这个子 就把这个子给送死 送死了 这个肯定呢 就是说呢 嗯 这个不行 还有可能呢 这个地方呢 白棋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单退也是可以的 你也是得赚散 是吧 然后再压 这个也可以 这个两个子好坏 这个倒是难说 啊 难说 总之而言呢 就是白棋啊 这个 要把这个 这些十指啊 这个 一定要充分的这个利用 啊 想充分的利用 在这边 这边 这边啊 都是 占到呢 非常这个 好的便宜 如果这样的话呢 这个可以说是这盘棋 这个 呃 白棋啊 这个把气质啊 发挥到了这个极致啊 发挥到了极致啊 对此啊 但是呢 有时候啊 我们有句这个 这个俗话啊 一通是 不能逼人太甚啊 狗急了都会跳墙 是吧 那么这时候呢 呃 曹勋玄呢 你看呢 不肯忍耐啊 不肯忍耐 这个呢 只有呢 奋起呢 反击 只有奋起反击 那么干脆 他闭着眼睛 先张上 啊 先张上 不给你种种皆有啊 就是要呢 呃 吃大一点 我 就宁愿有时候啊 吃的小一点啊 我们不能说是 吃的大一点 因为这个地方呢 你 打吃 这个是绝对先手啊 黑棋呢 这个是要粘上的 因为在这个地方 白棋 粘上呢 黑棋万不得已啊 的时候 还有呢 这个 回头来吃 当然这样吃呢 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的 这个 小了啊 非常非常的这个 小了 这个又被 跑了两个 只在加上这点木树 又少了这个 七八木棋 又少了七八木棋 这个一般来说呢 是 不能够呢 接受的啊 不能够接受的 啊 那么所以呢 这时候 这个 黑棋啊 无法这个 忍受 这个白棋 对这个 黑棋的这个吹长 我们甚至来说啊 这个吹长 所以呢 沾上 那么白棋接下来打吃 必然是先手 黑棋沾上 白棋很愉快的沾上 哎 希望呢哎 你吃掉 白棋再一跳啊 再一跳 这个 这个你是越吃越小啊 而且里面呢 以后我团还是先手 再从这边收起 味道呢 是越来越多啊 这个简直这个 这个 这个 黑棋啊 可以有一种这个 欲哭无泪的感觉啊 但是我们刚才也强调了啊 这个 呃 白棋通过巧妙的气质 把黑棋欺负得 是非常的这个 这个 这个 惨 但是我们刚才说过 这个狗棋的都会跳墙 那么 对于这个老道的围棋皇帝 曹清玄来说 这时候 也必然呢 要奋起反击了 那么随着黑棋的 凤棋坊棋 这盘棋啊 这个棋局又产生了 非常非常精彩的 这个变化啊 这个 那么有些什么样的变化 那么我们呢 留待了下期 再给大家呢 讲解 好的 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 大家再见